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只看媒體很多的東西 包括那些畫面 就是ViuD那些畫面 其實被覺得出來都是被 特別去剪輯過 或者是怎樣 可是這一次的話 比如說其實它只是個十分鐘 每次的十分鐘 每次的十分鐘剪輯 但事實上你可以 更全面去了解說 這個議題在質詢的過程之中 是怎樣一個進行狀態 那我覺得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量是 這些議題至少在對我們 演示一個可以被公開的話 那我們可以了解說 他們是怎麼去發生的 某些的委員有一些 先入為主的看法跟想法 可是當我們取樣的那個部分 我們只能就那個部分 去做一個直信的一個評分 直信的一個說明或者是評分 我想任何一個來擔任 一個角色的一個公民 我想自己應該很清楚吧 先把自己的意識形態 跟黨派的主張 全部都放到一邊 以一個比較公正的立場 來做這樣的監督 我想應該可以包圍 很大的實質的功能 立法院的一個整體表現 當然 其實講 現在立法院的表現 已經越來越進步 當然也是由 公民建築國會聯盟的一個 這個帶領大家 來刺激讓 立法院有更好的一個表現 我們也希望說 日後立法院盡量少一些口水 少一些肢體的衝突 盡量專業 能夠替人民發 那個 開啟的核包 好 那 我們教育的自己裡面來講 都只是注重升學 所以在對學生的有關的 這種民主參與 對公共受的關心 這方面來講 事實上是相當的冷漠 好 那所以今天能夠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個人覺得 對台灣未來民主的一個提升 還有滿多的期待跟樂觀